一日,俱俊叶与蒋友博的七夕合照曝光,引起了网友们的强烈讨论,大家纷纷疑惑为何她与戴S婚后的第一个七夕情人节没有一起度过。 对此,俱俊叶回应,七夕有跟戴S一起享用晚餐,去了好的餐厅一起吃饭了。 此外,她还表示自己和蒋友博是通过好友介绍认识的,合照那天是第一次见面,吃了饭也聊了不少关于艺术方面的话题,形容她真的是个很帅气的艺术家。 自从俱俊叶与戴S结婚后,她的工作行程就不间断,提起自己事业上的发展,俱俊叶表示,全是老婆带来的好运,更是真情告白,称自己上辈子拯救了全世界,才能和戴S在这时相遇。 她以最棒的妻子来形容戴S,解释道,不是都说好的妻子会带给丈夫好运吗?她带给我非常多好运,真的是最棒的妻子,非常幸福。 在告白老婆的同时,俱俊叶也没有忘记感谢粉丝们的爱戴,她表示自己会更加努力表演回报大家, 也想要透过自身的努力,让台湾跟韩国的关系变得更好。